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令就是在五天时间之内扑杀全线所有的狗灭了他 五万多只狗全部给屠了 五万多只 全线总共有五万 除了军权 警权 全屠 而且攻减法 局长带头 打狗队长 当初打狗 这是我跟你讲 现在国际上多少大事 我觉得好奇的是 在这个新闻排行榜上 后边跟帖的数量 这个打狗 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这个这个这个议论 一万多条 排行第一 就是都在骂他们 就不晓得为什么 这现代社会里面 人对动物的兴趣越来越大 大到一个程度 就是有时候一只狗死了 大家对他的同情心 要比对一个人死还要来的大 因为他因为他离你近 我相信人类对于灾难 对于这个悲惨的事情 他的情感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你现在听说 远在南美的一个地方 发生大地震 然后也死了多少多少人 你也会表示 哎呀很遗憾很悲痛 但是这种悲痛 他不像说离你很近的一个东西 对你自己家里 不要说这个你自己的狗 你邻居的狗 可能遇到什么什么不幸了的话 哎呀你看到他们家人的那种 好像真的失去一个亲人的那种感受 你自己的心里都会觉得 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都觉得 我们这么喜欢动物 现代人喜欢小动物 宠物什么 所以我们都觉得人太复杂 所以说你感情寄托在一个动物身上 你觉得动物是很单纯 你说狗对你好 它就真对你好 你比如说有时候我在街上 香港的街上 很多流浪汉啊露宿者 他们也养狗 我曾经在一个冬天 我那时候去帮忙一个机构 去发一些毛毯了什么 然后看到那个冬天 就一个一个流浪汉接了毛毯 然后很高兴 开始扑起来要睡 然后呢 他拍一拍这个地 就一只狗就过来 那他养的 就人狗就这么一起 睡在被窝里 这狗完全不会 嫌弃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就是讲了他自己 他自己就是属狗的 对 所以你完全应该吐死湖北嘛 就是 狗狗狗死全被 对对对 然后呢 所以呢 你就觉得狗啊 遭到的灾难 或动物遭到灾难 你就他们很无辜 尤其是人祸的时候 但人呢 很奇怪 就你比如说 就算南美大地震啊 或怎么样 有人死了 你总是觉得 人好像是比较复杂的 当然受到天灾 也是无辜 但那个无辜的程度啊 不如动物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一个 很很怪的一个心理 其实也不是现代吧 我觉得这就是 测隐之心 人节有之吧 是一种 你看为什么这么一个新闻 在网上引起的反应啊 好像是一个革命 我就联想啊 我就有这个联想 我再给你看个照片 在伦敦 有一个叫老英国花园 这么个地方 你看看这个照片上啊 这个照片呢 有一只狗 这个狗上面 这个雕像 我跟你说文字啊 纪念1903年 死于伦敦大学实验室的 一只棕色猎狗 他在生前 承受了超过两个月的解剖实验 由一个实验室 换到另一个实验室 直到死亡 才使他解脱 同时也纪念 1902年 在相同实验室 被解剖的232只狗 英国男女们 这样的事 究竟还要存在多久 一百年前 就这只狗 在英国引起的一个运动 叫棕狗暴动 也是因为残杀 那这个狗 所以今天那个事 就让我想起 这像云南这个五万只狗啊 在网上引起的反应啊 也好像是一种网上的这么一种 而且你看这件事啊 我觉得 比较我自己认为问题最大的是什么 他那个执法的方式啊 让人很多联想 就他很有现代中国某些地方的做事风格的特色 你知道吗 当地现在有些地方啊 就是他就这个谋定这个地方 有些打狗队上门 说狗全交出来 但有些主人呢 就说我这狗接种疫苗 有证是吗 不管 都都拿出来 一律扑杀 就说这叫简单粗暴 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这就叫简单粗暴 而且你说 所以我想啊 就是当我们人类同情动物的时候 其实呢 是内心有一种恐惧 就是怕这种同样的命运降落到我们人的身上 就是你会不会 你当你一个人很残忍的对待一个动物 那你会不会也很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同类 你如果一个地方政府 他粗暴的对待这个狗 那他很可能在 粗暴对待人 对待他的乡民们也是粗暴的 对吧 讲得太好了 我跟你说 这个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啊 有句话叫什么 数优如此 人何以堪 其实就是狗优如此 人何以堪 你从这看 我平常搞这个案件 我知道有些基层地方啊 其实那有些地方官 我不是说云南这个县啊 就是在有些案例中 这个地方官啊 他把这个人 他治下的人 农民 看得比狗还不如 你明白吗 他对人的施政 都是这种简单粗暴 有同样的逻辑吗 就是从他这个做事方法 就看得出来了 收房子 计划生育 这些问题上 还有什么收那种各种各样的税 也是推房子 打人 也是这一套啊 所以就你看似这些干部 他们是在执行国家的政策 而且他们正好是以这个 作为一个很理直气壮的 一个借口 但是呢 去实行暴政 对 所以呢 你看这个 而且还牵涉一点什么 就是人的文明程度啊 就是你看他怎么对动物 如果他对动物都很好 你会回想起来 就推想回去 那他对人也不会坏到哪去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你刚刚说到英国这个故事 英国还做一件事 在英国曾经也见过一个信鸽的纪念碑 那什么意思 就二战的时候啊 英美盟军反攻欧陆的时候呢 那么当时我忘了 好像是英军在德国的某个城市 先攻打进去 他们英美是约定好 就说美军先派空军去轰炸 然后英军地面挺进 谁知道美军还没来得及轰炸的时候 英军先到了 把那个地方搞定了 那么这时候 但是美军的轰炸机不知道 那么就又了又回来炸 这炸不就炸了英国的盟友了吗 那该怎么办 就英军就要用信鸽去传信 那么当时啊 这很养很多这种信鸽传信 因为信鸽传信比雷达电报都好 就第一你很难截获 其实对吧 那么你也没没没办法抓他或怎么样 那么当时一些信鸽 但很多放出去可能一千支 就只活十几支那样 于是他们就有个纪念碑 纪念当时英勇殉职的信鸽 甚至有的还追风 售一些军衔给他 但美国英国都有很多种狗啊 军犬啊什么事 后来还有的是当了少校 有的是怎么样 也都立碑 那么你这么看的时候啊 就是你当然觉得 这好像很温情啊或什么 但你从军人的角度去看 像美国 我忘了是哪一个军校里面 就是有个老少校 是一只狗 就每年毕业典礼也会上来 那么大家也给他敬礼的是 因为他是军官 你就会想到这当年对狗 都是这么对待的时候 只要你为军队服务 不管你是人还是动物 你为国奉献怎么样 大家都很尊重你的时候 你其他人就觉得 那我们这么做 也会受到尊重的 他这个东西啊 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比方说啊 有的时候 人是疑情 你知道文学当中 有一种疑情 我们不知道狗 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 那种宗狗的这个暴动 当时就比如说 在某曾经某一个时候 就医学解剖动物 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呢 他依据一个理据 就是动物啊 是不知道疼的 或者没有类似于人的 这种思想感情 但是这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看当我们看一个狗的时候 喜欢他啊 我们其实是把他当成了人 你知道吗 在人格上 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人 但是问题就还涉及到 一个真理的问题 就说 是不是这样 比方说啊 呃 我有一次看 这个这个 呃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片子哈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把这个植物啊 呃 高速拍下来 又慢速放出来 哎 于是乎呢 我突然得到了一个想法 可能啊 植物就是最缓慢的动物 对 植物也在动 对 也在吸吸养料 它是活的 它会移动 你知道吧 一会儿 它会动的 还有感觉 只不过它太慢了 对 我们察觉不出来 所以我们科学家必须分类 就是这样的东西叫植物 即使动得再快点 它就是动物 嗯 你知道 到了这个 人类 甚至于说这个 动物和人之间 这个界限是人分的 对 原本也许没有一个界限 是一个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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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的 但是但是植物有一个关键差异 就是它进行光合作用 这个是是动物没办法做 只有一些边界性的动物做得到 但是呢 呃 有一点很重要 就你刚刚说的动物有没有感觉 会不会痛 这个事 现在很流行 有人研究动物伦理学 或动物哲学 对 就是证明动物是有感觉 它会痛 它甚至有感情 对 对 这方面有很多故事 咱们广告之后 我亲眼所见 好好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亲眼所见 哎 各位亲眼所见 我做的歌辉梦工厂 有一期节目呢 专门录了一个 呃 有关狗的一个话题 呃 在那一段时间搜狐网站 做了一个代言狗的评选 在网上让大家 把自己的狗来参加 评选 网友可以去投票 最后呢 有一只土狗 就不是那些名贵学徒的狗 一只土狗啊 脱颖而出 赢得了很多网友的选票 下等人 为什么呢 一个可能是草根精神 草根精神 另外一个原因啊 这只狗啊 它的身世特别悲惨 当年呢 它是被一只民工 养了一段时间 后来民工到冬天了 说要补一补 就决定把它杀掉 在要杀它的时候 水都已经在锅里边都煮着了 然后呢 有一个好心人 这个好心人呢 他是专门救助这些流浪小动物的 他从旁边走过的时候呢 就给了民工几十块钱 他买这个狗的时候 他说他为什么被这个狗打动了呢 他觉得那个狗啊 这个两眼望着那个主人 就很哀怨 但是他不跑 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是 还是这个主人的嘛 而且他那个眼神里边呢 就好像特别不解 为什么你 你主人要对我这样 可能他和主人之间的情感 已经就有如父子一样 所以他很依恋那个主人 然后这个救助的人呢 老陈啊 他把狗带回家以后呢 给狗起了个名字叫旺旺 他说旺旺整整一个星期就不进食 一方面他受到了惊吓 一方面他心灵受到了创伤 他不明白 他是一个小狗 他不明白主人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后来慢慢慢慢的 他们做了很多努力 才让他开始恢复 慢慢慢慢的恢复 但是呢 他的性格上还是很羞怯 就不太 受心理伤害的那种 不像别的狗 很张扬的啊 结果那天他到我们那个节目来参加录制 老陈呢 从重庆用一个大笼子 把他飞机给给给给空运过来的 旺旺怎么样 旺旺啊 特别乖 他在开始啊 就一直放在我们那个演播室 那个大笼子里边 他安安静静的 因为我们节目前前面的部分 是我们这个人在交谈嘛 人在交谈 说让他让他那个在那等着 他就一直很安静 结果到说到什么的时候 老陈在讲 怎么把旺旺从那个屠刀下救下来的这段经历的时候 突然间我就听到那个笼子里啊 狗发出一种哀鸣 那个声音很悠长很悠怨 听得懂啊 就像一个小孩在哭一样 我当时都呆了 都惊呆了 因为他们一直很安静嘛 他连汪汪这种叫的声音都没有 那么第二次他又什么时候开始叫了呢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把他这个给带到台上来了 带到台上 他就一直趴在老陈的腿上面 很安静的啊 很乖的在那趴着 但是后来呢 我们就讲到人怎么对待动物吧 就讲到那个闻到知道不知道 踏猫事件 有有有这个那个在网上 有蹂躏这个猫啊 残害猫的录像还放出来 后来不是被网友就给揪出来了吗 就给调查出来了 后来我们就讲这个那个踏猫的人怎么样凶残的对待小猫的时候 一直很乖的这个旺旺 突然间他就是毛发树立的就就立起来 然后就冲着那个讲的人呢 就开始吼是狂吠呀 就这样狂吠 我们就再一次呆了 他一定是听懂了 不然的话他怎么就正好在这个时候 而且不是前面的那种哀鸣就变成一种怒吼 还是说有某种感应他跟主人的情绪会 因为这个就是讲踏猫事件又不是他的主人在讲 又是我们请的另外的另外的两个嘉宾在讲啊 对不对啊 讲的是踏猫事件呢 对啊 他居然会对另外的一个类别的 也可能是他的主人是小纯是吧 老纯 老纯 可能他听的时候他觉得特别的愤怒 他有一些反应 他知道主人愤怒了或怎么样 是不是 但无论如何他是有感觉的 他是有感觉的 他绝对是可以理解人的情感的 哎呦 这个事儿我觉得太关键 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比方说 如果说他是一个有思想感情的东西 你啊跟他下手啊 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对吗 你比方说啊 我过去这个研究 我发现美军 要到战场作战 要去去越南 日军要侵略中国 事先要做一种训练的 他们为什么能够视人如草剑 那么折磨我们中国人 在他们眼里 中国人就是畜生 那么就是叫什么猪啊 支那猪 他必须灌输去给你洗脑 否则一个士兵 你看日本士兵 他见他本国人是挺善良的 他见到你 因为他受过这个洗脑 他觉得你就是畜生 不是人 所以他才能那样的杀你 今天你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思想感情 他有没有灵魂 甚至于你比如说 现在有人有这样的故事 说一个山雀 有一天 有一家人呢 牛奶放在门口 这个山雀呢 拙破了这个牛奶的风口 喝了牛奶 在一周的时间内 这个地区的山雀 全学会了 对对 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他们有没有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现在研究的尖端呢 已经进入到 比如说研究蚂蚁 甚至发现了类似于什么呢 是不是有某种智慧 他还会传承 对 因为就发现年轻的 也学会了年老的 对 星星就更不用说了 对对对 你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可怕的 那么 这就是动物哲学的问题吗 就是说 因为哲学 在伦理学里面的 其中一个基础 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杀人 或者不能伤害人 是因为人有道德地位 就是说 你有道德地位的东西 你要用道德的方法 对待它 但什么样的东西 它有道德地位呢 就要去争论 比如说 它有感情 伤害它 它会痛苦 这是不对的 那么过去就说 动物可以伤害 因为动物不是人 它没有感情 所以它没有道德地位 但现在越来越多研究 发现 不 我们差别真的是 挤蜥蜴啊 人寿之间 这个 其实跟畜生差不多 干出来的事 有时候连畜生都不如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 要什么顺应自然 什么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可是啊 现在到底什么叫自然 你比如说狗 人在某种意义上 比较像狗的上帝 因为狗这个物种 对 是人创造的 那改造的 那狼跟什么 人改造的 人甚至根据 它不同的需要 宠物狗啊 什么警犬啊 人就配种 改造它 那么你比如说啊 一个动物的数量 该多少是合适 过去说 咱们生态循环 是他自然 上帝的律令 有自然 可现在呢 人造自然 人怎么知道 一个牲畜 存蓝量是多少 是比较接近于这个自然的 嗯 所以说现在还有自然这回事吗 是自然从来不是一个呃 我觉得过去我们曾经有个想法 我觉得是错误的 就一想到自然 我们就想到一个是很遥远的树林 田野 冰川 对 然后城市就是人工 然后这两个呢 就对立起来 一个叫自然 一个是人的世界 但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的都市就是一个自然生态的一部分 是啊 呃 比如说像香港那种地方 很多老鹰 很多鸟 是吧 是因为他们 纽约也是高楼大厦越多越多这种鸟 因为他已经把你的这个高楼看成是某种的山林 然后在上面竹巢 这已经是个自然生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然啊 应该就是呃 广义言之叫做苍生 就我们老祖先总说苍生 苍生 这个苍生不管他是在乡下的苍生 还是在城里的 都市里边的 对 国教就叫众生 哎 对 没错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的就是不是数量的问题 或者是呃呃 保护一个很遥远的西藏或者怎么样很漂亮的地方的问题 而且想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物种跟我们的关系 这个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来叫和谐的关系呢 嗯 比如说呃 我举个例子 你可能要随时要警惕就是我用沙虫水 很多的话 可能会怎么样破坏了周边的生态环境 如果我这个呃呃呃 随便虐杀小动物的话 嗯 那么这个动物的之间的这个食物链又会怎么样中断 所以其实啊 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很无知的状态底下最重要的就是要谨慎 跟谦卑 什么叫谦卑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做的什么事情会怎么样去改变了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 所以现在有一种叫简约的原则 对 就是你够用就行 对对对对 能少干你就少干 因为你不太知道它会带来什么 对对对你不能说呃呃我爱护大自然 那我就任何的害虫我都不捕杀任何动物不捕那是不对的 比如说在我举个例子我前阵子看一本书觉得很好笑是一个台湾作家他现在在美国住 他说他刚到美国住的时候住那种小镇那么看到很多路 然后他带了一帮朋友来呃台湾的人吗 到了一个美国家朋友家里的作客 哎呀小路有个小孩很高兴 那不是小路班比吗 然后呢那家呢有他自己有个小男孩是个美国人 他看到二话不说回家里头拿把猎枪出来砰打死了啊 结果结果那小女孩他的哭成一踏哄的小路班比小路班比 然后他们这家台湾来的人呢就以后就跟这家美国朋友绝交 就觉得无法忍受心灵无法承受的沉重 但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个地方是鹿泛滥成灾 因为狼都给人杀光了 鹿就肯把整个山坨的东西都肯骗了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做什么事会有影响 就好比你说这大自然说鸡应该有多少个数量 可现在你到鸡养鸡长你就知道它是还可以实际 П我说鸡养鸡地鸡 也不如搜索 当开手 了心 有一点 我不想用